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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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就出来 反正我就是不想成亲 你 你今天是想把我给气死啊 曲云亭虽说是个裁缝 但是她为人忠厚老实 那你娘在世的时候也说过 如果要入赘 她是最合适了 我当了金茂祥 三十年的大掌柜呀 从来都是说话算数 无论做什么生意 还是处理家事 都是我说了算 今天我让你成亲 给你找了个入赘的女婿 没有半点委屈你呀 你为什么就不从呢 爹 你就不能让这女儿一次 你嫌弃曲云亭 就算她没出息 可她毕竟是个老实人哪 来彻家入赘的 要的就是这样的好人 你知道吗 咱们车家九代的祖爷 将来要交到你的手里 你懂吗 总之 这个心 你成也得成 不成也得成 老爷 白家铺的少当家白彪前来倒喝 老朵 他们来了多久了 他们刚到还带了好些贺礼 臭老爷子 白彪特地前来 道喜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白少当家的特地跑一趟 真是给我们车家面子 长风 把东也都卸下来 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还让白少当家的破费 真真 小意思 好 里边请 好 里边请 来 里边请 其实我接下来啊 里边请里边请 还有件事 要特意跟您商量一下 好 不急不急 先喝完小女的喜酒 咱们再慢慢说 那也好 好 那请 请 安息人 一拜天地 好 二拜高堂 好 好 好 夫妻交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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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早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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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来来来来来 太多了 好 来 再喝一杯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喝着 来来来来来 合着啊 别大心是福气 行 行 行 来干 说家嘛 这就是来什么啊 二弟 二弟 新娘子来了 我知道 我看见了 她来了 恭喜恭喜啊 谢谢 玉婷 恭喜啊 恭喜恭喜 谢谢你们今天能来赏过来 你多喝点 我可是不能喝 随意 来来 喝酒喝酒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 恭喜啊 去吧 去吧 去那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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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呀 快点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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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车大小姐的大喜日子 我们少当家的得好好的喝一喝 对不对 等等 这桌可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对 能让她过去吗 能吗 弟兄们 大碗伺候 换大碗 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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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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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好 来 新郎瓜 新郎瓜用这杯可不行 得换大碗哪 对 喝呀 喝呀 我实在 实在是不会喝呀 哎呀 我们少当家的大老远来 这面你得给呀 喝 对 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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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大半碗的酒给了土地爷了 不算啊 得拔三碗 倒了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真的不能喝了 厉害啊 少当家的能在大上海闯天下 当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今天肯赏脸来 我们岂能让你不尽兴呢 这三碗酒我奉陪 对 不过 大小姐 有何指教啊 如果我喝下这三碗酒 让这么多的人 都知道了少当家的酒量 跟一个女人一样多 那我这个小女子 岂不是不敬了 好 只要你喝下这三碗酒 我陪你十碗 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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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当家的 请 我白彪做生意靠的是朋友 喝酒这事我得自己来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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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了不是 好 好 好 第二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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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 金茂祥是金陵响当当的一块招牌 水汉两路运货的 哪个能跟您车老爷子比得了 不敢当不敢当 这都是祖上积德保佑 还有像少当家这样的大掌柜的关照 才会有我金茂祥的今天 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谈一谈三星盐帮运言的事 是是是 上次长风长先生已经和我提过 能和三星盐帮合作 那真是求之不得呀 只是 您是害怕我这后来路不明吧 哪里哪里 三星盐帮的信誉 我们金茂祥是绝对信得过的 只是我担心官府和行会会不会对我们运言有所不满 因为过去运言的买卖都是盐商们干的 这点车老爷不必担心 官府那边我们已经打点好了 至于行会那边 行会那边有我们出面 他们不会有意见 我已经跟会长于四海谈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今后金茂祥的船队一定会全力配合运言事宜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你看看 你不会喝酒 就不要搞得四季这么狼狈嘛 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个阵仗 熏死我了 你喝口茶束束嘴吧 你轻一点 别人都睡了 我知道 你看不起我 我本来就是个财房 我只会裁衣服 我不会 你小声点的 还有理了你 来 不早了 快睡吧 快睡吧 不怕死的混蛋给我喊 RHOD удар死她 漂哭 你们干什么 但是这里哪 就是那个 打 住手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这出什么事了 有话好好说嘛 干嘛要打架呢 屈先生 你来评明明 这小子他刚来没几天 就不照我们的规矩做 这货仓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事 我当公投的怎么能不管 我有什么错 你拿工人的回扣 我辛辛苦苦的赚钱 为什么还要给你钱 他胡说 屈先生 我们货仓已有的行规 他不服从 他还抢了其他工人的活 这是工人跟我说的 你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外规矩 就是他 屈先生 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有话难道就不能好好说吗 不行 今天要么是他滚蛋 要么我们这些人走 是不是 好 对 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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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既然你不合群 他们又都容不下你 我看你还是走吧 我 等一等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来货仓打工是为了什么 做工人的 当然是希望努力的干活 多赚些钱 可是你们呢 你们不但不好好为货仓打工 反而去苛扣他的钱 没错 他是抢了你们的饭碗 可是他比你们勤奋 好 你们都要走是不是 我一个都不留 玉贵 玉贵啊 这到底是谁错了 曲云婷 你不了解清楚 就听一面之词 咱们金茂祥需要的 就是像他这样肯出力的人 你现在却把他撵走 你还算什么老板 玉贵 有话慢慢说 是啊 大小姐 是 现在还有没有人要走啊 我告诉你 今后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你 第一个给我滚 我家阿龙 你怎么这么小 就跑出来做工啊 你是哪里的人呢 我家在小镇江 今年收成不好 所以只好出来找口饭吃 小镇江 我们也是从小镇江来的 没准以前啊 还是什么远房亲戚呢 这帮家伙 也太狠心了 把个孩子 大成这个样子 是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以后不要到霍站做事了 跟着老杜 跑跑腿 谢谢太太 好 其实货占这么大 工人这么多 今天的事情 都是老问题了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有些老规矩是不对啊 咱不能养成让工头吃钱的习惯 现在再不制止它 将来吃亏的可就是咱们车家 我知道你做得对 不过不要操之过急嘛 爹 我怕现在再不管 将来可就来不及了 总不能像有些人 不问青红皂白就处置 这样更危险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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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过来 他把我杜家的老爷和乔姐来了 长先生 抱歉哪 抱歉 抱歉就完了 让你们运言 这十艘船沉了三艘 这仗怎么算 长先生 谁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船沉了 我们也有不少损失啊 而且还死了不少宫人 这些我们也都得担着呀 那是你的事 反正你得赔偿我们运研的损失 常先生 我们不是说不负责 不过事情得慢慢来呀 还希望常先生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也请常先生跟邵当家的说一声 是啊 死了人你们要赔偿 我们就不要了吗 答应好送严的买家 都快挤破我们白家铺的债门了 这我们向谁说去 常先生 我们两家可是有交情的 更何况这笔生意 我爹当初跟你们邵当家的说好了 是合作关系 是是是 现在出了这种事 咱们更应该共同面对呀 我这不是来面对了吗 查一下 反正我们邵当家的说 要让你们赔偿十万两白银 什么 十万两 你们不就是需要时间吗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三 我们走 爹 这件事情啊 咱们绝对不能妥协 要是这仙力一开 让其他人知道了 会嘲笑我们的 今后这金茂祥的招牌 谁还会认呢 那到底 你该怎么办呢 哦 爹 咱们车家 不是一向跟白银有交情吗 能不能跟他们再商量商量啊 白家铺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爹 要不然 我们派人去官府打探一下 告诉他们 这些工人的损失 我们车家愿意赔偿 先解决了人民官司再说吧 嗯 嗯 看来 也只能这样了 老杜 你去跑一趟吧 是 云婷 通知大家 晚上都到祠堂 给祖宗上香 是 锦茂祥经历了九代 从来没出过这样的大事 希望祖宗保佑 能渡过难关 老杜 平时你怎么做事情的 排位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嗯 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吗 阿龙 快把梯子来 来了来了 快点 嗯 快快快 搬过去快点 把梯子扶好 爹 你小心点啊 慢点 阿龙 都说我没本事 不能生个儿子 否则 这种事根本用不着我操心 老爷 当心啊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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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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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别再担心了 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实在不行 那我们就只好 找官府把这件事情对抗到底了 陆乾坤 能没有人给他撑腰吗 他那个官都是花钱捐来的 出钱的是白家铺 老爷 老爷 老都 什么事啊 您看 上次与车家诸位见面已经说明 白家铺三日之内要十万两白银 今日已到实现自然要有所行动 爹 爹 爹 怎么回事啊 老爷 不要吓唬我 爹 我看看 老爷 我看看 老爷 你先别着急啊 你先别着急啊 让我先去想想法子 老都 你快扶爹去休息啊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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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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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长眼 现在怎么办呢 玉兰会不会出问题啊 我认为 他们在没有拿到银子之前 白铺不会对玉兰怎么样的 可是 云婷 你先把五百两银子备齐 我先去衙门一趟 哎 这个事儿很难办哪 陆大人 我们家的二小姐 可是被白铺的人绑了去的 这件事情 官府恐怕不能不管吧 这带小姐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信我刚才已经看了 上面明明说就是 请二小姐去看戏 根本没有提什么绑了去的事儿吗 还有 你们跟白铺做生意 就算有什么纠纷 那也是生意上的事儿 我们官府很难插手啊 既然是这样 那我只好去求 精灵的提督大人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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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身为父母官 百姓有需要就算是上刀山下游锅 咱们的眼睛也不能眨一下 是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赶快 让他们休息几天陪车带小姐走一趟 赶快去 是 陆大人派捕怪随行 玉柜真是感激不尽 是 十位官爷 我一定会好好酬谢的 您就放心吧 车带小姐办事儿一向体面 我怎么会不放心呢 陆大人夸奖了 老杜 快点 来来来 几位 里边坐里边坐 坐水 马上好 要点草料 老官爷 多吃点啊 吃完好 赶紧 门完了 您喝水 我再给您续点 我说你这脸怎么了 别提了 你小子一定是偷人被抓 所以被打成猪头了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各位爷 你们别笑我了 这荒山引领的 哪有什么人可偷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啊 来了一帮人 凶神恶煞一般 吃我的包子不给钱不说吧 还把我给打了一顿 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么霸道 还有那个敢这么霸道啊 当然是白家铺的人了 小心点 你过来你过来 我问你啊 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白家铺啊 那是无恶不作呀 你没想他们那帮兄弟 全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昨天我就是偷看他们带的小姐一眼 就把我给打成了这个样子 小兄弟 你确定有位小姐在里面 千真万确啊 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走 二小姐别紧张 我们可是 诚心诚意的 想请你去白家铺做客 我告诉你 本姑娘可不怕你 看什么看 你活腻呢 来 过来 小子 你做点生日宣传 别多管闲事 别多管闲事 你们该不快是要去白家铺吧 白家铺 那是有进无出的地方啊 老东 我们走 是 走 驾 露 上 各位兄弟 辛苦了 里面行 车大小姐亲自来了 怎么 大小姐是没有胆量进我们白家铺吗 人都来了 能不进去吗 常先生 请带路吧 好 驾 驾 请 二道大大 里面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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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姐 你怎么来了 快来看 你快看啊 怎么好看 玉兰 你怎么跟这样的人喝酒作乐 你疯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白家库啊 这我当然知道了 他们呀都是白家库的人 不过他们对我可好了 而且这两天呀 他们带我大出去玩 带我骑马呀 打热呀 而且我还可以看戏 你怎么看啊 玉兰 你成了这个样子了 你在这儿逍遥作乐 家里多担心你知道吗 你给我回去 回去啊 快走 走啊 走 咱们说走就走啊 少当家 你们都下去 坐吧 少当家 这次我来 是要带我妹妹回去的 车大小姐 我可是一点都没有亏待你妹妹呀 这接下来的事儿 你看着办吧 我确实也很感谢少当家对我妹妹的招待 朋友归朋友啊 既然出了问题就应该承担 尽快地解决它 钱我给你带来了 请过目吧 嗯 只五万两 只五万两 车大小姐 是长风没有看清楚 还是说你们这些开货站的永远都讨价还价呀 没错 这里是只有五万两银子 车大小姐 我真是佩服你的胆量 白家铺在地头上 也算是响当当的一块牌子 我白镖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开出的条件绝对是公道的 不会坑你一分钱 少当家 这五万两银子 只是你所说的一半 哦 只带了一半银子 就敢踏上白家铺 我告诉你 我们虽然是卖盐的 但不代表我们不做别的生意 这回没了盐 我白镖还有信义两个字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要的十万两银子 是赔给买家的 车老爷子做生意这么多年 难道他都不懂诚信这两个字吗 少当家 请少安 事发突然 我们不得不访 这五万两银子只是半数 不过少当家 只要你放人 剩下的五万两 我马上派人送到 崔玉贵 你算什么 敢和我们少当家的谈条件 我们金茂祥做的是航运生意 讲的就是一个信义 你们应该相信我们 白家铺说话向来说一不二 数目不对 谁也别想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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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带了五万两银子 只要你们把人放了 我会马上把那五万两给你送过来的 如果你不放人 这可是当众掳人的罪过 官府知道了 一定会找你麻烦的 少当家 你好不容易做回了正行 难道你就甘心 再当土匪不成 实不相瞒 祖上确实是在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当了土匪 但是 百家铺传到我手中之后 我们已经改行 做了运言的生意 要威胁告官逼我放人 我白镖 是被下大的吗 少当家 我们只是女流之辈 你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 只要你先放了我妹妹 我可以留下 她平安到家后 马上会把那五万两银子 给你送过来 这总可以了吧 怎么着 大小姐愿意留下来换你妹妹 我车于贵说话算数 大小姐这可不行 万万使不得 老舵 在这我做主 你赶紧把二小姐给我送回去 我相信少当家 不会失信于我们的 你说对吗 如果大小姐愿意的话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长风 在 现在就送他们出去 是 姐 要走我们一起走 老杜 你赶快送二小姐回去 快点 是 嗯 二小姐 姐 二小姐 二位 我们走 请 姐 走吧 二小姐快快快 走吧 我从不把什么人放在眼里 就别说女人了 今天你的举动 真让我开脸见 我看出来了 少当家也是一位通经达理的人 绝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就这么自信吗 我 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大小姐可真是女中豪杰 来 少当家 少当家 少当家的 外面抓回几个偷颜的兄弟 二当家的请您去处置 嗯 知道了 是 大小姐 不知有没有兴趣 去看我如何处置家贼啊 少当家 这可是你们白家铺的家事 我看我就 怎么 不给面子 言重了少当家 如果是您的要求 我奉陪就是了 请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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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少当家的 就是这几个臭小子 让他们押三十辆盐车去西山 到了盐庄就少了一半 肯定是半路上 让这几个小子给私自卖了 哼哼 好大的胆子啊 真是贼心难改 不错 以前我们是土匪 但做土匪有土匪的规矩 不能吃里扒外 行走江湖 讲的是信义 平时我对兄弟们一视同仁 向来都是赏罚分明的 这次你们犯了错 该当何罪啊 少当家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了 少当家的饶命啊 拿江湖来 饶命啊 少当家的 少当家的饶命啊 少当家的饶命啊 少当家饶命 少当家的饶命啊 车大小姐 你来处置 怎么样 我不会开枪 害怕了 我从来没有拿过 没事 只要你敢开枪 那五万两银子 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车大小姐 你要是真有胆识 就帮我教训教训他们 我言为这到底是想办呢 笔 habit 好 和你 בב vä孰 三…" 老病啊 老 Good 老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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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病啊 不要